大家好 我是趙一帆 為大家介紹今天網路評測所下的對局 這一盤其實我先手對神1-1 我中砲 對方走的是順砲開局 那紅方跳馬 黑方跳馬 順砲開局由於我有開過這個課程 所以我就要按照這個課程裡面所教的內容去主導 這邊就是順砲直鞠對橫鞠 另外一路變化就是黑方不走橫鞠走足氣近1 那麼就變成緩開局 紅方點三兵 黑方鞠過攻 紅方跳起雙正馬 黑方這邊也選擇跳正馬 因此紅方這邊就走成了雙頭蛇對黑方雙橫鞠 這是一個相當經典的局面 在這邊紅方有許多的變招 好 那麼我選擇的是自己比較常用 比較喜歡下的這個月馬盤盒 馬三進四 那這邊其他比較流行也可以持有小先手的這個走法呢 就有補四 飛邊下 這兩種主流走法 那在此不贅述 那紅方馬三進四 黑方這邊選擇居四平六 回頭抓馬算是比較追求均衡的這個下法 如果黑方選擇居四進七 紅方炮八進二 黑方足三進一 強拆這個炮架 在居一平六的話呢 這個下法就相當的激烈 也考驗這個雙方對這個佈局的準備度與掌握度 好 那回到實戰來 紅方馬三進四 黑方軍四平六 紅方馬四進三 吃足 如果馬四進六的話呢 黑方有G一平三的可能性 好 那這隻馬呢 孤軍深入之後呢 未必能夠討得便宜 那黑方 車六進二 好 那實戰呢 我選的是課程裡面所介紹過的變招之一 好 揮冰過河來保護這個馬 好 那另外一路變化呢 是炮五平三拆炮 好 但是這個下法呢 我認為黑方在路線上面比較好掌握 因為黑方他就選擇衝中兵 好 連衝兩手以後呢 未來再盤馬起來 這樣下的話呢 紅方感覺是比較處於防守姿態 也少了很多這個考驗黑方的機會 好 因此我實戰呢沒有這樣下 好 排回實戰 好 紅方兵三進一 黑方 居一平四 下一手請呢 準備 好 攻擊紅方的過河兵來 圍堅紅方這個過河馬 好 那麼紅方呢 起橫拘支援 好 準備居九平三 好 那黑方車四進五 所以這個橫拘呢 他有抓兵以及 過河威脅馬的這個雙重功能 紅方拆炮 準備呢 隨時有機會聯向 或者是過河去支援 好 那這個陣型呢 按照我的理解 感覺就比較像是 轉換成 像是這個屏風馬 左馬盤河 起橫拘的一種 旗型 好 好 那黑方呢 這邊針對紅方拆炮以後呢 衝中阻 好 那紅方呢 爭取對攻 因此呢 中路不補了 直接 居九平三 好 這個就是左馬盤 而橫拘的其中一種 規律 好 就是爭取對攻 好 如果紅方呢 直接補四補下 補下 好 那黑方呢 再連衝的話呢 就比較不容易給黑方 製造這個速度上的壓力 好 那在這邊呢 等於說 黑方有中路 比較強大的這個攻擊能力 好 那紅方呢 在三路線呢 有比較強大的效果 好 所以雙方呢 在不同的線路呢 發展自己的優勢 黑方呢 強衝 紅方 冰三平四 進行閃擊 這樣一來的話呢 德子的機會很高 好 但是呢 黑方這邊呢 就會把紅方中路開花 這邊衝下來 較僵 紅方 上四補方 黑方 吃兵 好 那麼紅方呢 經過轉換之後呢 強吃了黑方一隻馬 好 所以說 這樣是德子的狀態 好 但是黑方這個中足 以及呢 中炮雙樂軍 這個位置呢 有強大的攻擊能力 好 因此呢 這個棋呢 算是 我在課程裡面有講是 紅方 比較好 好 但是呢 這個隨著時代的發展 這個盤面呢 黑方也是可以爭取 這個抗衡 好 那黑方實戰呢 選擇的是 車六平八 好 那我在課程的時候呢 就是講到這個盤面 下了一個 結論說 紅方稍好 好 那實戰呢 黑方是走車六平八 算是走出了 敗招 好 只是實戰呢 我走的不是最精準的 這個走法 好 因此呢 沒有立刻獲得決定性的優勢 好 乍看之下呢 車六平八也是我當時所考慮的 這個黑方有可能的走法之一 好 因為他比較符合直覺 是想要牽制住狙炮 好 不要讓紅方這個炮能夠放成底 好 那實際上這個盤面 擺變化圖 好 那黑方呢 比較正確的走法是 主五平六 好 先逼迫紅方上下 好 如果掛中炮的話呢 未來這個炮被定在中路 反而就沒有什麼發展的這個潛能 好 那紅方呢 飛下 好 那黑方呢 在馬三退五 用窩心馬呢 先手抓狙來保護自己的下 好 那紅方呢 狙三平二 避免這個時候被牽制住狙炮 好 那黑方呢 在組六進一 好 這樣的一個型態呢 黑方少紙 但是這個鍋盒組呢 架子呢 跟一個紙差不多 好 那這樣子容易形成互纏的局面 黑方呢 也可以爭取抗衡 好 那實戰 黑方是車六平八 好 那車六平八以後呢 我實戰是選擇了居吃項 也是保持稍好的一個態勢 但是呢更精準更兇悍的走法呢 是炮二進二 保留掛中炮 這個牽制的這個走法 好 那以下黑方馬三進五 這也是當時我在實戰中 有點顧慮 因此沒有走炮二進二的這個下法的原因之一 好 那紅方呢 G三退一 黑方馬五進六 秒G 好 那紅方這邊呢 那G三平是抓馬了以後 恰巧黑方這個馬呢 再也沒有這個前進的道路 好 因此呢 紅方在這個戰鬥之後呢 可以獲得比較明確的優勢 好 因為黑方呢 比較有可能的就是要再撤退 好 那紅方呢 可以藉由掛攻炮等等的來 削減黑方的這個攻勢 來取得這個多子的上風 好 那這樣的下法呢 優於實戰 好 那我們回到實戰來 好 那實戰呢 我是選擇吃下 好 那黑方這邊選擇是車四平三 好 那抓馬 好 那紅方飛下 好 那實戰呢 黑方是走了一個乍看 比較符合直覺的順手補四 好 他補四的思路呢 是黑方如果吃馬 好 那紅方不能立刻吃 因為如果立刻吃 透過交換以後呢 黑方又多吃回了一隻馬 好 但是呢 由於這邊黑方的四沒有補了之後 紅方恰巧有個閃擊 活了這個炮了以後呢 這邊又有叫殺 製造雙重威脅 那麼紅方就勝定 好 因此呢 黑方這邊 他這樣的一個思路之下呢 選擇了補四 好 但是這個補四呢 是一個敗招 好 沒有這個有效的 牽制住紅方 好 因此呢 黑方這邊呢 應該是走珠五平六 同樣去 杜絕紅方閃擊的可能 好 但是呢 杜絕的更徹底 並且呢 未來呢 這個足的位置呢 還是有這個下衝的可能 好 那這樣下的話 雙方在互纏之下呢 紅方氣環移植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 好 那黑方呢 也可以在下風中 好 爭取抗衡 好 那實戰呢 黑方四四進五之後 好 在這邊呢 我贏來的第二個 明確獲得優勢的機會 好 但是呢 這邊也 不是走出正著 好 那 實戰呢 我是選擇了車二平四 直接的做氣環 好 那 這樣子下的話呢 後來有漏算出一手棋 我們等一下再說 好 就是 在這邊呢 紅方比較簡明的 就是直接退居生根 好 那這樣下的話呢 解決狙炮的問題 那麼馬呢 就有根了 好 下一手棋呢 就可以炮二平一 好 擺脫牽制 並且呢在黑方缺項的左翼呢 發展 就獲得了比較明顯 明確的這個盛勢 好 那我們擺回實戰 好 實戰呢 我是選擇 準備要氣環 好 因此呢 還是車二平四 好 那黑方 車八進三把炮吃了以後 紅方馬切近五 這樣下呢 我想多一隻象燒好 而且並且呢 未來有這個馬五金六 或馬五金四的路線 好 但是呢 實戰我忽略了一手棋 好 那黑方呢 也沒有下出來 好 因此呢 最後犯錯誤的人呢 就成為了敗局者 好 那黑方呢 實戰 車八推三 好 那紅方呢 就 終究獲得了這個 決定性的勝勢 好 那這手棋呢 黑方要讓這個 紅馬呢 沒辦法晉級呢 黑方這邊呢 可以走的是車八進一 那麼 紅方的馬呢 就不能跳開了 好 由於呢 因為紅方的馬跳開以後呢 黑方這邊就是有一個 大膽穿心的這個殺法 好 是我當時在計算的時候 所忽略到的這個形態 好 因此呢 黑方車八進一 可以有效牽制住紅方這隻馬 前進的道路 好 那麼紅方可能還要再打一下 好 那黑方 車三進而抓 好 保持這個下二路的拘 好 製造這個 大膽穿心的威脅 好 那麼紅方呢 在浸泡 好 那黑方呢 可能走足久進一 好 這樣下的話呢 紅方一時半刻還不能跳馬 好 那麼紅方的攻勢呢 就有一定程度的受阻 好 那這樣黑方呢 還有這個轉圜的空間 好 那實戰呢 黑方是走車八退三 好 那麼紅方順勢馬五進四 好 那 最差最差的情況呢 拔掉中炮以後呢 紅方呢 黑方缺向爬跑 那紅方呢 有炮 黑方缺下 紅方還是佔優 好 那麼實戰呢 黑方是 沒有仔細看到 這個紅方更直接的 這個入局手段 好 因此呢 這邊走了G3平二 正著應該是要走G3平四 好 未來歪往以後呢 還有這個反殺的先手 好 那麼他G3平二之後呢 紅方這個馬 跳到釣魚馬來之後 好 這邊有叫殺 這邊有抽狙 好 那這邊呢 就確定紅方勝定 好 實戰不知道黑方是 這個沒有看到呢 還是這個賭博式的看 紅方沒有看到 好 因此呢直接平居 好 那麼就被紅方直接作殺 好 因此我們回顧這盤棋呢 順炮的這個開局 黑方呢在佈局的選擇上也是可以的 好 足可與紅方對抗 好 那麼在這邊 佈局剛開完的這個選擇點呢 黑方G6平八是一個不好的選擇 好 應該要走的是G5平六 好 那G6平八了以後呢 紅方應該要走的是炮二金二 好 那麼紅方呢就可以保持 這個決定性的盛勢 好 那麼雙方在錯進錯出的情況之下 好 那黑方在這邊 退局呢是決定性的敗爪 好 如果車八進一呢 保留大短團進的殺法 好 那麼紅方呢一時半刻還沒辦法突破 好 那這個是全局最後的一個關鍵點 好 以上介紹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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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